大家好,我是Ruhi Jennings 一个女人最多能生多少个孩子? 10个?20个? 41岁的Mary M. Abitanzi 是世界上生育能力最强的女人 她一共生了44个孩子 现在我们要在这里给乌干达妈妈买礼物 她有很多孩子 所以我们想给她一些帮助 她喜欢什么呢? Mary M.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乌干达首都 坎帕拉伊北50公里的一个村庄上 他们的房子有四个房间 几乎没有家具 乌干达妈妈,你好吗? 我们也很好 可以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买你的那个人是这些孩子的父亲吗? 12岁被卖给一个比自己大的男人后 他一共生了15次孩子 包括4次双胞胎 5次三胞胎 和5次四胞胎 他最后一次怀孕只生了一个孩子 然而他失去了6个孩子 你的孩子是怎么美的? 你说你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被你继母杀害了 那么是哪个姐姐带走了你的两个孩子呢 可以跟我们都说一些关于你的婚姻和你丈夫的事情吗 很久不久你们都承拆了我的家女儿 我的家女儿我个人都听不懂了 zej了我的女儿 我们现在带来了一个女儿 我的母亲的人在身上 我的母亲家就失败了 我她的母亲 我认为你一天月的父亲 在一起 我们在餐贝 据她所说 她的丈夫过去常常带其他女人回家 并要求Maryam为他们做饭洗衣服 最后她的丈夫卖掉了他们住的房子 带走了他们所有的钱 丢下Maryam和孩子们自己跑了 Maryam当时37岁 怀着最后一个孩子 过于生气 她带着孩子们去她祖母家避难 你和孩子们如何生存 想过放弃吗 现在我们在Maryam的客厅里 他们只坐在这里聊天和睡觉 我们注意到这个地方像宿舍 他们当然不会让一个人单独睡在这里 而是两三个孩子一起在这里睡 想象一下 15个人同时住在这个小房间里 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里没有玩游戏的地方 这是另一间卧室 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躺在一起 想象一下 七八个孩子树枝躺在这里 他们睡在一起 还有一个孩子没有床可睡 其他每个孩子都有两三个同伴 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后来你找到你母亲了吗 见过她吗 Maryam总是带着父亲给她的母亲的照片 很多年后 一个男人看到照片 说如果Maryam愿意 她可以带她去照片中女人的家 Maryam跟随男人回家后 她的母亲没有认出她 但警告她永远不要叫她母亲 因为她不想让现在的丈夫知道 她以前结过婚 还有孩子 更糟糕的是 她让Maryam离开 告诉她不要再来了 墙壁甚至没有粉刷 他们这里有一台电视 供娱乐 也有一个冰柜 但里面是空的 你看到沙发是什么样的了吗 根本没有垫子 是的 他们是兄弟姐妹 但更像是朋友 他们的年龄如此接近 最大的25岁 最小的5岁 关于你的情况 医生怎么说 你生育能力这么强 是某种疾病吗 Maryam有一种称为超排卵的遗传倾向 这种倾向使她在一个月经周期中排放不止一个卵子 大大增加了她生双胞胎三胞胎或四胞胎的几率 她继续生孩子是受了一名医生的误导 说她必须继续生孩子才能降低生育能力 否则她卵巢中可能形成肿瘤 会让她不久于人世 那是你儿子吗 你是怎样给每个出生的孩子起名字的 你能记住所有孩子的名字并一一告诉我们吗 所以裡叨双比丹 在苹花里在苹花里d ap 顾柏女人 跟她姓夏 店内 Different Date 及 可 可以 交ة 她 这是我的妈妈的房间 还有其他房间吗 还有其他房间吗 他一个人睡吗 这些是他的衣服吧 他很喜欢衣服 对吧 这是他的 你记得你所有的兄弟姐妹吗 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你喜欢和他们一起做什么 足球 你将来想做什么呢 他是穆斯林 而他的前夫是基督徒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孩子 有的选择成为基督徒 有的选择成为穆斯林 乌干达妈妈的孩子 并非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里有许多并排的房间 在这里 他年长的孩子与配偶住在一起 往前走 那边有小房间 这里又是一些房间 在这里 年长的孩子也和他们的孩子住在一起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所以也有孙子孙女 这是乌干达妈妈的工作室 这里也有年长的孩子的房子 在这栋大楼里 乌干达妈妈和大约10到12个孩子住在一起 这是乌干达妈妈制药受药的房间 因为他在这里制药 所以不想让我们穿着鞋子进来 他做各种工作来养活他的38个孩子 他最大的愿望是孩子们都能接受教育 他有时收受废品 有时做裁缝 有时做理发师 有时从职务中提取药物出售 Maryam说他制备的药物对不孕症有好处 他还说 虽然他是穆斯林 但他也制作和销售酒精饮料 你的孩子们会羡慕对方吗 你对抚养孩子有什么看法 我会教育了 他会教育了 我会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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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慢慢地 他在小学家 我会教育 我会教育了 他们跟上一场 他还有一种 他是这样做工 我会教育了 他们说他接上 我就知道 我会教育了 我们再教育了 学育了 我会教育了 我会教育了 他ой静也会教育了 我看到我她和我一或是一位 老公 我搬过去的人女友这位 她把我搬过去 女友 女友 她们跟他都很喜欢 一些你们的女友 我们都可以国家 我搬过来 了吗 她们在挑选了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会做些什么不一样的事 这是厨房正在做孩子们的食物 你在做什么东西 他们把这个房间变成了厨房 也在这里洗碗 大孩子照顾弟弟妹妹 每个人都负责做饭 打扫卫生等家务 MaryM说 她每天用25公斤玉米粉 保证她的孩子们营养充足 他们几乎不吃鱼和肉 他们抓起它们 放在她的头上 孩子们一起给他们的母亲送补给品 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是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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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 Miriam说 自从我像兔子一样一直生孩子后 我的家人怕被人知道 他们认识我 就把我赶出家门 我遭到了社会的排斥 但是一旦我的孩子长大成人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会感到自豪 当我问Miriam 是否想过把她的大女儿嫁出去时 她的回答是 教育第一 想象一下 Miriam是她前夫的第五个妻子 我猜这个男人至少有60个孩子 我个人认为 Miriam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研究 伍甘达目前约有5000万同养席 这里有新娘市场 尤其是在乌干达的农村地区 在这里 女孩被买卖 用来交换山羊 奶牛等动物 谢谢您的观看 我是如意千尔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